为什么星座运势都不准 说工作会冉冉上身 可是自己却没有感觉 反而觉得被长官骂或刁难 说桃花运爆棚 结果日子平平淡淡 一个对象都没有 说你有财运 结果还是跟平常一样啊 是个月光族 所以运势到底准不准 或觉得不准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每个人看运势的时候 第一 一定都是自我感觉 所以也许你有桃花 你看不见就是看不见 那我都提醒你了 你就要赶快去看见 这是一个 再来以星盘来说 如果你看的是星座运势 那么太阳上身 这两个是一定要看的 重点在于 太阳星座看的是 我们生活主场景 跟个人的内心感受 这就是太阳所带来的 感受的部分 可是对上身来说 它带来的就是事件了 很可能对太阳来说 所谓的身体不好 就是他觉得身体不好 他于是可能会去医院检查 他很可能会开始觉得 我要运动 我要养生 因为我觉得我的身体不好 可是上身的身体不好 就是生病 真的生病了 病到你得去医院 老师那太阳讲事业运很好 上身讲事业运不好 那我要听哪一个 比如说太阳事业运很好 一定是你被赏试了 然后你就被拔着了嘛 老板就以你为主 可是上身事业运不好 那代表你可能接到的任务 非常难执行 然后是大家认为的苦差事 每个人看到你接到这苦差事 又会说你加油啊 辛苦你了 所以你又被看好 然后你又很辛苦 不会不相容啊 其实在我看来 运势就是这么的立体 所以这两个运势 要结合起来看才行哦 都很准 首先长期住在海外的人 太阳星座应该是不变的 所以太阳星座的运势 还是可以看哦 但是上身星座的运势 可能就要换一下了 因为那是所谓的载质盘 载质盘呢 就是你的出生时间 配上了当地的经纬度 所以这是一个需要一点技巧的 你可能要求助于 专业占星师的地方 那么可能只要你在一个地方 待超过了一年 那么你就应该要 画一张载质盘了 因为那个载质盘 就意味着海外的你 应该长怎样 所以有的人 他可能在国内非常的内向 可是在国外就开始变得很活泼 或完全相反 就是因为载质盘 开始发生力量了 那这个载质盘呢 就会有载质盘的上升 因为我们不一样的时区 所以也许在海外的人 你就要看 新的上升星座运势了 老师那个时候 这里姐姐说她很想要逃花 你就鼓励她去海外一阵子 对对对对 因为我希望她切断 她原始命盘 对她的很深重的影响 对 然后还真的只有你 当一个人有很大的羁绊的时候 然后或者是她要顾虑东顾虑西 她要顾全很多大局的时候 我都会建议她出去走走 你出国一阵子 这件事情代表什么呢 代表你在切断你现在原有 跟原始的土壤的一种连结 然后人到了海外 少了那种原始的羁绊 头脑会变得比较清楚 那那个头脑清明的时刻 请你记住 然后你带着这个头脑清明 回到原始的土地 那么你的运势可能就改了 还有很多同学问 老师我刚好出生在 两个星座的交界点 我的运势该怎么看呢 我是不是要看两个星座呢 当然不是咯 因为我们要看的是太阳跟上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就是 查出你的太阳在哪个星座 对一个占星师来说 如果你在交界点 比如说狮子跟处女的交界点 如果你在狮子的最后一度 最后一分 再过一分钟就进入处女座了 你在那个时候出生 那我告诉你 你依然是狮子 而且你非常狮子 那如果跨过了这一分钟 你进入了处女座 对我来说 你不但是处女座 而且你是非常的处女座 所以它是近位分明的 现在软体非常的方便查询 你只要上网 每一年交界的日期或时间都不一定哦 所以你要输入正确的时间 正确的地点 那么你就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命盘 赶快去查明你的身世之谜吧 我不觉得跟着运势好的人会被他带忘 错了 他好他的好不好 你跟着他当然你可以吃香喝啦 但是难道你没有你的困境吗 你的困境依然是你的困境不是吗 每一个人在面对自己运势的时候 最棒的转运方式 依然是改变你的心念 所以你应该要接近的是 那个运气好的人的正向思考 他的正念 那个正念才是真正可以影响你 并且帮助到你的地方 而不是说我沾了他的好运 最后我要鼓励大家 生命的样貌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 占星运势 我衷心地希望他对你来说只是一份参考 希望大家都有自信 越活越亮丽 嗨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